我不左右搖擺 只說真話 我要上下求索 走出正道 我是王秉中 王秉中來了 有一句話叫做 人一毒就腦殘 指的就是一般那些 笨蛋群眾有沒有 你這個傻子傻氣的跟人家在那邊喊毒 覺得喊毒很爽 然後喊到腦都殘掉了 另外呢人腦殘才會去搞毒 因為你腦袋比較聰明的人就知道 這個毒是假的嘛 現在台面上帶領大家搞台獨的那些 執政者也好啦名嘴也好 政客也好你這套毒不了 我的意思是說你要毒 你不能這樣做嗎這樣做怎麼毒 你現在就搞成說你得罪了 拜登是不是 然後台灣就陷入到一個非常奇怪的 矛盾一方面怕 美國不利用我們 比如說怕這個拜登 沒有以前川普這麼利用台灣 我們要創造被利用的價值 這樣台灣才會從筆尖 可以進化可能到筆桿啊 什麼的對不對 希望能夠被利用嘛 可是另外一方面 又怕被利用過頭 那會不會太躁進 害我們變馬前卓 變成去替美國擋槍 可是你希望美國利用你的目的 就是希望是美國幫你擋槍嘛 所以現在台灣就永遠在這樣的一個錯亂 又怕美國不利用我們 又怕太被利用 那這樣要怎麼毒啊 我們現在幫台獨開這個藥方啊 怎麼毒 我們現在台灣怎麼毒 不是很簡單 有一個正常思維的人 分析一下整個不管兩岸 國際的局勢 不可能毒 不可能 就根本讀不了對不對 讀不了 所以說他必須要天天有三明治啊 為什麼呢每天政令宣導 告訴你 中國怎麼樣現在出問題了 中國即將崩潰了 我天天要灌這種東西 然後呢你吸這些鴉片吸酒 就覺得喔對啊 我們這個馬上就要台獨成功了 所以那你這樣講 人民又不願意當兵 人民也這個覺得聽到要當兵啊 要整隊啊什麼的 就會不想要投票給這樣的候選人 那就表示人民不想台獨嘛 那你要台獨就要做這些事嗎 台獨本來就話宋耶你啊 沒有你不覺得這個就跟那個川普的 那個什麼宗教顧問一樣嗎 對啊 這是高呼天兵天將來幫忙啊 那這個台獨也是高呼天兵天將來幫你打仗啊 然後喊完了然後就就贏啦 沒有贏啊 沒有贏啊 喊完了現在更慘耶 因為他找錯人啊 從Africa 就是我講句實在話 人都是不想面對現實的 在我還沒真的要面對統獨以前 我當然是民主大法好啊 當然是在台獨好啊對不對 那我說真的 我講句實在話 川普還真的有鐵桿子 他有proud boy 對 請了去的計票 你說現在 停止計票 說現在街頭已經開始打雜燒了耶 然後川普的支持者 已經開始跟那個拜登的支持者 有肢體上的衝突 那像台獨的人呢原本押保川普 現在又說川普可能會太激進 所以拜登可能更能夠幫助我們的有所掩護啊 拖延和大陸攤牌的時間 像藍營的很多人又講說 感謝這個拜登當選了 如果拜登當選的話呢 我們就化解了一場台海原本可能即將迎來的戰爭啊 你們認不認同這個講法呢 我覺得我們應該搞一個圈圈叉叉叉牌 對為什麼都沒有 小編怎麼搞的 怎麼都沒有啊 小編你的工作啊 做到哪裡啦 對啊我們好簡陋喔 多抖內 我們才可以做那些牌 我們應該要做個圈圈叉叉牌 真的喔 那抖內越多 我們可以用電子式的 還要有化妝贊助 服裝贊助 對不對 還有那個置入性的那個什麼 什麼茶葉啦 對啊 晚上賣什麼吃的喝的 飲料啊 然後以後可能有 本節目有什麼什麼冠名播出 對對對對對 你要賭的我也給你冠名 你抖內夠多就給你冠名 有奶便是娘 ok的 冠名贊助不用抖內 直接來跟我們談就好了 喔這樣子啊 對啊 跟我們談就好了 對啊就跟我們談好 我就在後面弄一個大的海報 本節目由民主進步的 哈哈哈哈 OK啊 我沒有問題了 我一直在那個席子下面講話 沒問題的 對不對 我們可以啊 給的夠多啊 我們跟蔡英文永遠同在 哈哈哈哈 以後我們就用 呃 蔡某某帶過 就不只講 蔡同學 我覺得昨天韓國人有講說以後都要講蔡同學 哇 她說這樣可以減少被黃標的機會 哈哈哈哈 她說她試過 嗯 我覺得你是講美國才會被黃標吧 不知道他們說不要去直接講就會比較好一點 我覺得我們罵蔡還好 但我們只要一講到美國一定被嚇黃標 那以後要改成比如說叫美麗之國 啊 漂亮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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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憐喔 這是什麼東西啊 對那個什麼美麗的B國 什麼Beautiful嘛 B國 漂亮B國 有點怪 對 以後這樣講大家聽得懂嗎 那個漂亮B國現在 好不管是哪 我答案是XX 所以你認為不會因為拜登上來了 所以什麼台海的危機解除了 不會 你來圈圈XX 不是老實說 其實我比較沒那麼喜歡民主黨 嗯 不是重點是圈圈XX 我現在就羨慕你 不要逃避問題 你是選民進黨 學台一讀 我在這問你圈還X啊 那好都不學學壞 那問題是說 拜登上來是不是就不會打了啦 很難說的 因為很難說 很難說 很難說 那你打個圈X給我看 雙叉頭 又圈又叉 這邊彎這邊直 喔 又彎又直的就對了 那我給你掰直 我也是X 對我也是X 對我絕對會嗎 要打就打不打就不打 為什麼拜登XX 那我圈圈XX 不是因為 呃 怎麼講呢 這個還是要看大陸的決心嘛 嗯 重點不是在美國的問題 而是在大陸的決心 那你就是X 你這人怎麼這麼奇怪 對你好煩欸 對啊 就想說你覺得跟美國無關不就好了嗎 那你一定要跟我們不一樣 你就一定要在那邊又圈又叉又叉又直的 雙叉頭 我們作為一個這個 投機派兩邊都要沾 雙面人 不可以大家都是一言堂 總是要有人有不一樣的意見 你這就是高拐 高拐對就是靠腰啦 在那邊假假白啊 我這人是比較高拐 就假仙而已啊 真的是 對啊假仙啊 大家都在男道女昌就有在那邊什麼 你看最簡單的嘛 大陸朋友聽的懂什麼叫假仙嗎 假仙啊 假仙啊就是 就是矫情啊 就是賤人矫情的意思啊 是嗎 差不多啦假掰嘛 假掰啊 假你假怪 但說實在 如果真的有用的話 這兩天共機就不會來了 每天照來啊 對還是照來的 照來 所以他沒有在管你的啊 就 他決定要幹嘛就幹嘛 台灣一般人就覺得 那就不會打 現在一堆人在講 審問說和平啦 而且他們現在講什麼 五中全會講了一句叫做 這個和平發展 祖國統一 他們就認為說這樣 叫做不會打 可是你知道嗎 那天我回家的路上喔 我突然 零機一動 零光一閃 突然開竅了 你知道嗎 我就突然想起 我們偉大的 我們敬愛的 我們崇拜的 玉木銘主席 他在今年4月的時候 你很想他喔 對我們很想他 因為他現在還在隔離 我們這個玉木銘主席 4月份的時候 他就講啦 他說 這個大陸要做個抉擇 到底是要窮台困台 還是精準股統 這背後代表的是什麼呢 如果要走合同路線 就是要窮台困台 因為你繼續會台 絕對不可能合同 那就要透過經濟封鎖 窮台困台 但是呢 對玉主席來說 他認為這個人民會首當其衝 人民會倒楣 對 而且會拖很久 然後付出來的成本 未必比較低 那另外一個是精準武統 那就是如果你要武統 你就要精準 你要縮小範圍 你要盡可能把傷亡降到最低 OK 那這兩個到底哪個比較好 哪個對台灣人民比較好 日主席是選擇的精準武統 他認為說窮台困台的話 人民會很倒楣啦 那而且對整個全中國的成本來說 不見得就比較低 嗯 因為有一些軍事專家說 其實戰爭的成本 不見得比經濟封鎖來的高啦 是 好 那我看了這個五中全會的 這幾句話 我就覺得怎麼感覺 好像是回答了 玉主席那個問題啊 和平發展 然後左國統一 和平發展就是說 我不會窮台困台嗎 通常大陸的發展 就是指經濟方面 叫做發展啊 所以和平發展聽起來好像是 在人民的往來 人民的這種經貿 我不會跟你搞窮台困台 可是我要 祖國統一 所以就是我會速戰速決 趕快打完之後 趕快建設 趕快統一 我的感覺是這樣 因為以前講祖國統一 一定是和平統一 這種只要是拆開來就是有問題 是啊 因為四個字 和平統一就和平統一 為什麼要變成 和平發展 然後祖國統一 那我就怕說 這個會不會是一廂情願呢 你說我們也一廂情願 對啊 我也沒有希望怎麼樣 你不要扣我帽子喔 我沒有期望 我只是在做客觀的分析 我分析好像是這樣 我並沒有說 I hope 幹嘛幹嘛 你不要扣我帽子喔 不過這其實比較符合 大陸最近這幾年的態勢啦 就是我對於兩岸民間交流我不斷 可是跟政府相 政府之間的這個交流 就是我通通把你斷光光嘛 這就比較符合北京這幾年的做法啦 所以也不是不可能 但是現在講出這些話 就感覺有點有點有點蹊蹺 而且我記得十五中全會的那個 就是他其實講的 五中全會 美國講的比較早啊 比投票結果出來還早啊 講啊早早走走 所以意思就是他根本不care 美國還沒選出來 對啊 你美國選什麼我都不在意 就是我現在計定目標就是這樣 我現在要做這些事 那你美國選誰 做什麼事 政策怎麼改老實講 他們已經不在乎了 對 就是剛剛講到說 其實大陸應該理論上來說 誰選出來他都不care 對啊 因為我始終覺得 其實我對這些川蛙 我都覺得很奇怪 川蛙 川蛙 你在從井蛙變川蛙 不是因為我們剛剛前面講說 都要戰略觀 我覺得老實說 民主黨比較難對付耶 我覺得啦 對啊對啊 因為民主黨很喜歡搞那種 就是拉幫結派 而且他比較多邊一點 對 川普是很明顯的單邊主義 對 盟友都得罪光了 民主黨會搞團結對抗 首要敵人 而且因為他很明顯的這樣子 就是搞台灣 又派官員來 又一直賣武器 那如果假設今天發生了 這個兩岸的衝突 很多人就會覺得說 你美國自己搞成這樣 一定人家逼人家出手啊 可是民主黨會比較聖母表 比較綠茶表 對對對 他比較會要綠排榜 對對對 那如果你今天兩岸發生衝突 人家會覺得說大陸比較有問題啊 所以我就覺得這些川蛙 腦袋也是很奇怪 就是明明這個川普是拿你們在玩 而且是一直往火坑裡揮 對 從我們節目一開頭我就在講嘛 為什麼一群人會有做這樣的判斷 從他搞錯川普根本勝算比較低 到他們去壓寶到川普 都是那種 對 人一讀腦就殘欸 怎麼會這樣判斷啊 他們現在聰明了 你要讀也不可以這樣判斷嘛 他現在聰明了 好險我們沒有去當台獨 不然台獨可能就贏了啊 就成功了啊 對不對 我們老早就已經開始教育要全民皆兵了對不對 對 可是不能去反了對不對 我們要壓寶拜登啊 我們要繼續跟大陸禍啊 可是但我覺得你這樣講也不對 因為搞不好因為我們就說 你要全民皆兵啊 你要怎樣怎樣 然後大陸就覺得欸不行了 不能再等了要趕快了 喔你說又催促大陸發現 所以不能給你們太多空間 對啊 搞不好啊 所以你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對什麼時候過 但是我們去做台獨 一定比現在台獨來得高級啦 一定比他們來得厲害 但是因為我們比較懂對岸嘛 對 而且沒有人搞台獨 然後得罪光光的 從以前把那個外省老兵罵那麼慘 然後現在又要人家老兵來幫你打仗 神經病 對不對 把人家這個軍功教都砍光了 然後現在叫你們來當 嗯 你們都要來上戰場 你們長輩怎麼不出來打 是啊 哪有這種事情 對 我每次都覺得這些人 爬帶爬帶啊 我就覺得實在是 爬帶爬帶欸 真的所以我每次聽很多人 一些年輕的統派 跟我在那個討論 說欸那些獨的年輕人 他們到時候會不會衝上街頭 如果真的發生什麼天搖地動 他們到街頭去掀起城市站 讓大陸不好下手什麼 我說你真的把他們想的太無大了 高級了 對沒有這麼高級 他們就是一群那種類似 Party後的那種虛無主義 找人想要看他們打炮 就這麼回事 是 沒有高級到那樣了 沒有人帶頭就鳥獸散了 你以為咧 那是享樂主義啊 最後就完了 你以為 而且我說真的 美國這些人條件比好 為什麼他平常就用槍 對 他平常就在訓練了 對 要嘛打獵要嘛幹嘛什麼 平常就上拔場的 對 你們現在台灣年輕人幾乎很少人拿過槍 是你以為打野炮這麼容易啊 你沒有訓練過你就會打野炮啊 而且你真的聽到槍聲嚇死了 真的 這麼大一聲 然後看一個啊 躺在那邊叫 你看館長那邊啊 啊 就 記成我的精神 很 可是 照照顧我的老婆 你不要講 那天下面一堆流 很多人已經非常shock了 到時候是一片耶 是 我都覺得奇怪 怎麼那麼有自信 但也有人覺得很奇怪啦 為什麼快要死的時候 要叫大家照顧他老婆 應該怪怪的 www www www